2017年1月18号,百格为你整理各报评论。 首先是中国报的评论,标题是《护入费愚蠢》。 针对马兴关卡过入费的争议, 中国报评论专栏甄子月作者甄子全质问, 究竟政府是要来为老百姓解决问题还是制造问题呢? 作者指出,关卡阻塞的根源是关卡人员的服务态度差, 明明排长龙,一些柜台却摆空沉浸, 安检加强了,更塞了,公共交通不便利,地铁来得太慢了, 长期的设计跟不上发展步伐, 以及使用者的态度才是大问题。 所以假如通关一路畅通,20令吉给得很值得, 反之给多一个仙都觉得是浪费, 情愿丢路由否海峡许个五天不要大塞车的愿望, 因此看看这个过路费措施, 只有装饰的人才会认为它是好办法, 因为不从根源下手,成千上万辆交通工具狂塞, 少了一些车,魔多照样塞, 这有差吗?节能减碳了吗? 而过路费双飞排出的废弃, 依然乌烟瘴气,反而怒气更多,愚蠢至极。 接着是《光明日报》的评论, 标题是《一马猿金》的肛门和僻眼。 朝野间针对《一马猿金》引发的争议, 《光明日报》评论专栏看见作者认为, 要说有涉及贿赂也行, 说没有涉及贿赂也通, 就好比如, 果王榴莲不是相死吗? 但也有人说臭死人。 作者指出, 在股库空虚下, 联邦政府还是能变魔术的向人民大派钞票, 甚至把《一马猿金》派到出神路化, 这种派遣法说没有贿赂却还是闻到其味。 但说到向马来西亚人派遣, 其实反对党人才是开山鼻祖呢? 作者指, 308大选之后, 再也反对党一口气执掌五个州属的政权, 二话不说, 就马上向老百姓派遣。 当时的国阵联邦政府, 不是讥讽明年州政府把国民当乞丐, 一百零级撒下就把人民的尊严践踏了吗? 所以今日, 朝野争议一马猿金有愧没路的, 那不是肛门和屁眼在说便秘事吗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